今天是熱烈的早晨 歡迎我們的亮眼特務 我們三個女孩也稍微看向前方的攝影機 我們先拍第一張的幅度控 真的非常開心喔 在諾貝爾眼科可以找到了我們的 群群擔任我們這一次記者會的見證大使 當然呢 非常活潑熱情的舞蹈 相信為之一陣喔 我們看一下後面 看一下後方的攝影機 看一下後方的攝影機 好 我們看一下後方舉手的攝影機 好 看一下左邊方向 好 中間方向 中間第一排 好 中間第一排 右邊 右邊 好 右邊 右邊方向 好 那我們要先謝謝兩位女孩 我們群群先自己一個獨照 我們看一下前方 好 現場媒體大哥們 我們群群自己個人的獨照 好 我們先官方攝影 好 再來後方的攝影的部分 好 正前方 好 正前方 好 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 好 另外在左手邊 現場的媒體大哥們還有沒有需求 好 中間 中間 右手邊 好 中間 好 中間 右邊 右邊 好 感謝現場媒體大哥們 OK嗎 中間第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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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現場的媒體大哥們 謝謝 中間 中間 好 好 非常開心喔 好 在這一次的記者會現場 我們可以請到群群 給大家 劉備了眼科的見證 那是群群跟在現場 貴賓還有媒體朋友們打聲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群群 對不起 有點沙壓 對 因為我們今天從早上 就為了今天的記者會已經來做一些準備了 群群剛才有看到就是非常精彩的影片喔 拍得非常的帥氣 可是在影片當中其實也有提到 其實面對很多危機的時候 哇 好事例非常的重要 是不是剛好最近地震頻繁啊 有沒有非常的心有其其言呢 有 就是在遇到一些很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就是我可以一起身 然後趕快衣服穿穿 然後就可以直接逃走了 對 直接逃走 覺得非常的方便 對 非常的方便 就不用說還要找一下眼鏡啊 更何況不可能還要再戴眼鏡了對不對 對對對 好 那在這一次呢 其實我們在拍攝影片的過程裡面 其實滿有趣的 那時候在溝通影片的想法的時候 自己有沒有給予一些想法呢 其實我自己比較少 以這種帥氣特務的形象 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當時在溝通這個廣告的內容的時候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有興趣 因為就是可以展現比較跟平常 以往不一樣的形象給大家 對 所以呢 相信這個影片也給大家眼睛為之一浪啦 那另外呢 其實在做完雷射手術之後 你有沒有很明顯的感覺到 在生活啊 以及在工作上啊 有沒有什麼樣非常大的差異化呢 我覺得化妝時間快很多 雖然說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會覺得說戴個隱形眼鏡好像還好 但其實有在戴隱形眼鏡的人 應該都知道 就是我們女孩喜歡戴那種 有顏色的 對 如果說要工作的話 那再戴上去有時候 你眼睛就會不舒服 不舒服它就會流眼淚 那流眼淚就會影響你的眼妝 就是會有各種狀況的發生 然後譬如說你可能 譬如球賽跳一跳 或者是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它突然很乾 可能就是又會乾又會掉 就是會有各種不同的狀況發生 但是雷射完之後呢 就是一切都解決了 對 一切都解決了 當然雲雲的身邊也有非常多戶外活動的女孩啊 戶伙伴嗎 有沒有聽他們說 欸很想雷射啊 擔心就是雷射的害怕 那你自己雷射完以後 有沒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其實我在一開始要做雷射之前 我是非常的緊張 然後呢 我有詢問幾位就是 曾經做過雷射的女孩 她們每一個人都告訴我說 你太晚做了 真的 對 就是每一個人都說 天啊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要早點做 你早點 越晚做越後悔 就是沒有後悔沒有早點做 對 但我真的做了以後就覺得 早知道我就早一點做 那你還記得當時在手術的過程 然後一開始的懼怕 在手術的當下 你有沒有覺得跟想的不太一樣 呃 一開始其實躺在那邊 然後 要手術前 它會幫你的眼睛黏起來嘛 那其實黏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緊張 因為畢竟眼睛就是 你知道我沒了就是 就是沒了 對 所以我就很害怕很害怕 但是因為在過程當中 就是 張醫師跟那個護士 非常幽默 對 就是大家就是會 在旁邊一直跟我講話 然後就是安撫我什麼的 對 然後因為其實有人 在跟你講話的過程當中 你很快就會分心嘛 是 再加上那個手術只有 真的十秒 對 就會默默的很多人在講話 然後有一個人在倒數 然後突然就結束了 對很快速 然後結束後你就發現 然後就很清晰 對 對 剛做完的時候會有一點點模糊的感覺 可是那個是還蠻正常 就是大家都會有 那在隔天起床以後 就是會看個人 每個人的恢復的速度不一樣 那就是像我自己本身是 隔天一起來呢 我就完全恢復 至少有個七八十 就是是看得清楚的 是 因為我自己也是 而且呢剛才群群的感想 大家都有同樣的感想 我們指導的那個張醫師 非常的幽默風趣 那我們要請張醫師到舞台上跟 君君一起來聊一下 兩個人在手術過程當中呢 那個時候一開始見到張醫師的時候 你對他的印象跟想法 應該印象很深刻吧 應該說一開始見到張醫師的時候 就是還 張醫師還沒有開口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因為我印象中 醫師應該就是比較嚴肅 嚴肅 然後比較就是謹慎的人 結果沒想到張醫師非常的活潑 是他非常活潑 然後在手術過程中 也都會用一些比較有趣的方式 讓你就是可以安心 對我自己是覺得是一個 就是非常好的方式 對張醫師在手術的過程 我們發現群群很緊張 你怎麼降低他緊張的感受 給他十秒鐘還給他全世界 其實我覺得女生比男生要勇敢 女生說看起來好像怕怕 其實他做的時候都乖乖的 男生的時候 因為我眼睛也不在你手上 所以我可以見證 就是在做的時候 大部分我喜歡年輕的女生 那年輕的男生就表面看起來 就是說我不怕我怕 做的時候都會發抖 不過我要見證一下就是說 群群跑下去的時候 的確就是說他蠻配合的 但是事前我們的確有溝通一下 那我們知道說一般做雷射 大概是concern 就是關切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麼 會不會痛 第二個叫有沒有後遺症 第三個說我什麼時候回到工作 最後才去談到價格 或者等等 所以第一個會不會痛 是很重要 那假設我跟他說 就十秒鐘你在complain什麼 結果我們這個麻藥 就不用打針也不用什麼 就點一下這個麻藥 這個麻藥大概有十分鐘 是 所以我們只有十秒鐘嘛 對 所以是綽綽有益 那同時我們通常都會點兩三次 所以我想在做的時候 應該沒有感覺對不對 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只有第一麻藥的時候 但是那個麻藥其實也不會到很痛 就是微微的刺 但是就是都是很 怎麼講很舒服的狀態下 整個過程 是那我見證一下這個smartboard 是目前雷射裡面應該算是 有AI的那個感覺 就是自動偵測啊等等 所以呢他做的時候呢 很迅速就客製化 讓客人在做所有的步驟裡面 是非常的快速順利 這真的只有十秒 這兩位做了沒有 我們明天再來 哈哈哈 他們還在排隊 在排隊 所以我認為這樣 就是說 第一個是速度還蠻快的 第二個是效果還不錯 那這個效果不錯 就是說其實呢 它畢竟還是個手術 所以通常跟客人講 這個雷射手術 雖然傷口很小對不對 速度很快 恢復還是要一兩個月 這兩個月裡面可能看東西 還是有點水霧感 同時呢還是會有點感染症 有時候晚上視力會稍微 才會炫黃 看到光暈啊 但是呢一兩個月之後 就要漸入佳境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你做了雷射之後 那你有沒有覺得生活上 是的確很方便 生活上我自己覺得差非常多 然後像是 尤其是私生活的時候 因為其實私底下出去 現在雖然說已經沒有戴口罩了 但是大家還是會有習慣性戴口罩吧 那有戴眼鏡又戴口罩的人 應該很了解那種 起霧 然後跟眼鏡就是 會需要一直拿下來 那種很麻煩 對 但是就是做了這個以後 就是完全解決了這件事情 是 我做了幾個投手 他以前如果說視力不太好 看不到暗號 看錯暗號 不知道你們這個 啦啦隊有沒有暗號 什麼時候打一個暗號 要換什麼姿勢 那我相信你就方便了 因為你戴隱形眼鏡 或戴隱形眼鏡 尤其是我們說 有時候啦 我們說天災啊 或是人火 包括什麼 什麼車禍什麼 就是說如果我們有戴眼鏡的人 會比較吃虧 所以呢 就是你的生活上便利 工作上應該也覺得 表現會更自然 對吧 工作是一定有非常大的幫助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不是說只有表演者 才適合做這個雷射 我覺得其實一般大眾 大家都還蠻需要做這個雷射的 因為在生活上 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對真的 依賴就是張醫師的好技術 以及菁菁今天的見證 兩個人 當然就是呢 當然技術上 諾貝爾眼科一定會給你最好的技術 那另外呢 其實呢 在手術的過程當中 也不用擔心 太緊張 因為其實真的十秒鐘非常的快速 接下來馬上要進行 我們今天的見證儀式 我們要上我們今天 諾貝爾眼科以及菁菁 打擊二世紀守護新世界 諾貝爾眼科邀請菁菁 擔任亮眼特務大使 我們要請我們的工作人 遞上我們的簽名筆 要先請張醫師 先 我們的工作人在後方 先請 突然出現了一支筆 好 先請張醫師進行簽名 然後等一下再請菁菁 來 在我們的見證手牌上呢 簽上大名也象徵了 完成我們的見證儀式 也很感謝菁菁 將您的雙眼交給了諾貝爾眼科 當然也希望透過實際的見證 可以造福更多人 好事力真的非常的重要 好 那在簽名完畢之後呢 等一下呢 我們會進行跟手牌的大合照 好 那我們菁菁也一起看向前方的攝影機 看向前方的攝影機 好 我們看向前方的攝影機 官方攝影先一張 好 我們後方的攝影 好 後方的攝影 好 我們完成了見證儀式 我們謝謝我們的工作人員 但是我們要請兩位 還是先行的留步喔 好 我們再拍一下 好 謝謝菁菁喔 相信我們的諾貝爾眼科 成為我們一起合作的夥伴 也成為我們非常稱職的 亮眼特務大使 我們先看向中間方向的官方攝影 好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 麗靈現場的貴賓喔 我們的諾貝爾醫療集團董長美麗醫師 以及我們的副總 瑞靈醫師 一起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還有我們今天來的合作夥伴 以及我們兩位女孩 我們一起到我們的舞台上 來進行我們今天的大合照 好 對 ÁC Software Region 博 Christine 欸 Abigail 來 來 所以阿哥上不上 我們碧爾 邱 politiques 還有我們的成品生活 Cheers 河北 好 媒體朋友們 有沒有方向上的需求 再舉手讓嘉儀知道一下 好 我們一起比個讚 好 諾貝的眼科 亮眼特務圈圈 要跟你一起打擊二勢力 守護新世界 而我們全新的SmilePour 也是大家好勢力的新選擇 好了 現場媒體朋友們都OK了嗎 好 謝謝 謝謝雀雀 以及謝謝我們現場所有的貴賓 請坐在那邊 張醫師 不要緊張 好 對 好 來 那 哈嘍哈嘍 張醫師說先跟我們談一下 剛才有提到選手在網上看出來 很好的反應 雀雀雀也是職棒的 我幫我分享 是不是現在越來越多職業的選手 來做記眼睛雷射手術 那對他們賽場上的一些反應 或是表現有什麼樣的提升跟幫助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職棒或直籃 就是選手跟啦啦隊 就蠻夯的 這個職業也蠻 就是我們非常的心盛 也當大家非常的快樂 但是呢 這個選手如果他戴眼鏡 當然不太適合 但戴影型眼鏡有時候會遇到狀況 比如說突然封殺了 或太乾了 所以呢 有時候會瞬間會看錯暗號 看錯暗號可能就 就是整個技術上會影響到賽局 所以呢 就造成他們一些困擾 那啦啦隊有時候也會配合是吧 配合這個 就是整個情勢的發展 那所以呢 我想他們如果說 沒有戴影型眼鏡就很自然的話 可能對他們私立表現 以及他們工作表現會更好 所以我非常開心 今天呢做了很多這個棒球啦 或者是籃球 他們一些自然 還有他們這些應援的 這些啦啦隊 讓他們在 這個表現上非常的良好 而且感覺上就是整個非常的陽光 非常的有活力 那也讓現場的觀眾非常的愉快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貢獻 就是讓大家私立 獲得矯正之後呢 可以讓他們有更好的表現 那詢問是不是有幫我們提一下說 剛剛 伊士有提到說 在場上 假如說可能要跟小白或是 呃 其他隊員做配合的時候 是不是 視力比較好 進往下比較會有東西呢 其實 我覺得是差蠻多的 是因為我們 雖然就是 在應援的時候是背對球場 但是 大家有去現場應該會發現 我們有時候會轉過去看球 那 就是 因為我曾經有 沒有戴影型眼鏡 然後上場跳過 就是看會看不到球在哪裡 雖然說我們其實主要是照著音樂去做表現 但是我們有時候也會看說 欸現在大概怎麼樣 我們大概會知道等一下會放什麼歌 所以其實 呃 做了雷射以後 確實在 工作上也幫助了蠻多的 我自己是真的真的非常推薦 因為我覺得真的真的很方便 尤其是你平常可能有開車或騎車 就是你出去你完全不需要找眼鏡 或者說 呃很怕說出門還要再多帶一個東西什麼的 我自己是覺得 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趕快去諮詢 好 那我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 就醫師的角度來看 就是 欸我想 眼睛這個雷射手術啊 它還是一個很慎重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手術前還是要做很多的檢查 沒錯 來確定 這個客人 他是一個合適的一個候選人 好 那所以多做幾次檢查當然好 然後選擇合適的時間 好包括他什麼時候可以休息 什麼時候可以再回到職場的配合的這樣時間 然後來做 那目前的這個雷射呢 他傷口比較小而且速度比較快 所以病人他在做的時候可能就是 欸不會太辛苦 大概現在來說 讓Smart Pro的A4像這樣 就是十幾秒可以結束 病人在心理上的負擔會少很多 配合度也很高 整個手術的成功率就會提高滿多 那因為傷口很小 腹也很快 所以呢 他可能在一兩天內呢 他就沒有什麼其他的感覺 就會回到工作的職場 我覺得是最大的便利 當然術前的檢查之外呢 術後的這個微整啊 還有修復呢 還是一個注意的事項 所以術後還是要定期的最終 那同時也要再好好地照顧自己眼睛的實力 那這個雷射會有什麼年齡 或者是有什麼限制嗎 是我們按照這個目前政府的規定 大概18歲以上都可以做 那當然到40歲有加老化的因素 到了50幾歲可能有加上其他包括老年性 比較中老年性疾病 包括什麼白內障青光眼 所以我們這所有的檢查要非常詳細 就是要排除可能眼睛的疾病 或者是身體其他的系統性的疾病 這些人可能不太適合 那我們現在因為手機3C用的比較多 所以術後他的度數可能又增加等的機會也蠻大的 那可能單純視覺疲勞或者是肝炎症 所以術後還是要加強他眼睛的照顧啦 不是說做完就不理他了 但是我相信現在雷射的這個治療近視的部分 大概90幾趴大概都是候選人 就我們要挑出10幾趴目前還不太適合 那但是做完以後還是有90幾趴還滿滿意的啦 但是呢就是我想詳細的檢查還是很重要 然後選擇客製化 因為每個人的要求不太一樣 有人看遠重要有人看近重要 需求不太一樣 但無論如何我覺得做完以後 無論對工作對生活各方面都是比較方便 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還滿有成就感的 今天想問一下最近地震很多啊 感到很緊張或是說很害怕呢 呃我必須老實說 我早上其實是沒有發現有地震的 對但是我有看 對因為就是我家人就是有在群組在說 欸有沒有那個趕快逃走啊 或者是有沒有感受到地震 但我早上可能太累了 所以沒有發現有地震 但是就是我自己是有準備一個就是準備要逃走的一些東西 都放在那個睡覺的旁邊 就衣服啊 然後一些錢包什麼什麼之類的 嗯 但就是像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如果你有雷射眼睛的話 你就不用戴眼鏡 就很方便 你要逃走路線是非常清晰的 嗯 像那個防震的東西 還是從這次的那個4月3號之後大地震之後可以準備 呃對就從上一次那個大地震之後 我就把那個一些就是 就是必要的一定要會用到的東西 我放在門口 就是門旁邊 我用一個包包裝著 就是隨時要逃出去 就是直接一包包拎了就走 然後我就會在我睡覺的旁邊準備一套那種 就是衣服跟長褲這樣 就是一起床就趕快穿一穿 然後一邊穿一邊走然後逃走這樣 那地震當下緊張還是手術的時候緊張 哇這好難喔 嗯 好像地震比較緊張欸 因為手術的時候其實是前面 前面要進去的時候 是真的就很害怕 然後 因為你躺在那邊 然後你的眼睛被撐開嘛 那被撐開之後 醫師會請你盯著一個儀器 那當時就是 因為你是動彈不得的 然後就會覺得 天啊天啊好害怕這樣 因為很疼 那個東西靠你眼睛非常近 但是因為在手術的當下 醫師跟護士他們會一起在那邊跟你聊天 然後一直跟你講話 我覺得 讓我最安心的地方是 他們會看著那個螢幕告訴你說 現在這樣沒錯沒錯 維持得很好維持得很好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欸你照著醫師的步驟去做的話 絕對不會出問題 所以當時就是 這個緊張大概前面幾秒就有消除了這樣子 好我來補充一下 當然是地震比較緊張 地震不可預測性 那我們這雷射是可預測性的 因為我們SOP做得很好 那現在的雷射呢 基本上都有引導系統 也就是說 他會請你看某個點 某個亮光 就follow他 他不會叫你隨便亂看 因為你要是要定位的 所以呢 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只要配合一下 很快就過去了 那大部分都做得到 我們當然是有經驗了 看到是什麼個性的客人 我們就會用什麼笑話 談談他的家人 談談他的陪伴的工作 所以他都還沒準備好就結束了 有時候還會complain 就這樣喔 我說對就這樣 怎麼那麼對 我最後結束的時候就說 結束了嗎 他說對結束了 我想說好突然 是 所以呢其實體驗上來講 大部分是好的啦 就覺得因為沒有那麼可怕 但是畢竟我們眼睛靈魂痴瘡 你一個東西接近眼睛會怕的 嗯 那是自然反應 不過我相信做完之後就 生活上各方面都很方便 我們那個火災喔 如果你發生的時候啊 你沒有高度近視的人 他是看不到的 他會往亮的地方跑 火災現場喔 這是危險的 所以你有看得到 你才知道怎麼逃生 喔 水災一樣喔 所以呢 這個帶給生活上的 極難應變喔 是很很重要的 我個人 尤其是高度近視對吧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造福人 一些人群喔 視力的缺陷還蠻好的 嗯 像我們對上的其他女孩 也蠻多都已經去做了 然後大家做完以後 都非常的開心 尤其是像軍白 他是近視非常深的 然後他每次只要就是素顏 戴眼鏡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是誰 其實因為他鏡面很厚 然後再加上他就是 常常我們練舞都是素顏去嘛 所以他可能就戴著一副眼鏡 跳舞或什麼的 就會很不方便 所以他做完雷射以後 他超級無極開心 然後每天只要看到 跟雷射有關的 他都會一直跟我分享 然後就說真的好開心 好棒這樣 那我還要補充 大家品質比較關切 就很多人女生喜歡戴變色片 他會覺得雷射完以後 他就可能不能戴了 事實上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要評估 他原來的度數 是不是不要太高 因為度數高了 改變幅度比較多 如果說度數不高 幅度本來就很良好 他說還是可以戴變色片 愛漂亮的女生 因為剛剛有提到其他女孩 那因為最近剛玩韓國回來 跟 提一下說跟那個 和律在韓國玩得怎麼樣 然後跟韓雞隊友的相處怎麼樣 和律他就是很可愛啊 沒有就我們在韓國有約 就是吃了一個烤豬肉 因為其實在之前就是 我就一直煩他 希望他可以在韓國 帶我去吃烤豬肉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韓國 一起逛了一下街 然後稍微聊了一下天這樣 然後他自己呢 就是也很認真 很認真的在學中文 只是說因為他人在韓國 所以可能也比較沒有練習的對象 那他這個禮拜是有球賽的 所以就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班嘛 所以我有跟其他女孩 因為其他女孩其實會害怕他聽不懂 所以跟他講英文或者是比手畫腳 但是和律就是會沒有辦法進步嘛 所以我就逼其他女孩說 你們不要再跟他講英文 你們就跟他講中文 謝謝 然後希望他就是可以中文可以進步神速 然後跟大家可以溝通這樣子 謝謝 我想再問一下 剛剛對著那個地震的步伐 這兩天是都沒有感覺到嗎 我完全沒有 而且我是坐在沙發上 然後我妹就傳群組說 地震地震有感覺嗎 我想說 有 有嗎 過了 你那個時候過了 對我認真是沒有發現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有點遲緩還是什麼 就是對完全沒有發現 所以本身也比較不怕地震就對了 我怕啊 那個那個之前那個很大的那個時候 我只是超超害怕的 但是這兩天就是比較 不知道身體怎麼了 就是沒有發現 工作太累了 可能可能是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